莎莎和大头是国拼的主力球员 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运动员 当然,相比较其他的球员 他们两位要更加繁忙 正所谓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莎莎大头 不仅要时刻为比赛而准备着 平时也会被派出参加各种的商业活动 相信关注国拼的球员也是注意到了 自巴黎奥运会之后 莎莎和大头几乎是没有休息过 确实是太累了 亚锦赛之后 国拼和各省队重新商讨比赛的名单 莎莎和大头终于可以有时间好好休息下 当然,如果不是有伤情 估计也没有机会休息 国拼的比赛确实太紧凑了 全锦赛结束之后 还有法国德国两战的比赛 如今国拼又再次公布行程 12月份成都还有比赛 事实上 国拼内部还是有不少年轻的球员和有潜力的球员 只不过 他们缺乏表现的机会 这次莎莎和大头退出比赛 小将们要抓住机会了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10月16日 国拼再次公布成都世界杯的比赛名单 里面有莎莎和大头的名字 或许这次的比赛更为重要一些 其实在莎莎之前 曼玉也是国拼重点培养的球员之一 曼玉的性格给人感觉是不争不抢的那种 也是让很多球迷都非常心疼的一位球员 亚锦赛之后 曼玉只留下一张机场的照片 就紧急赶回家中处理事情 期间也没有传出曼玉的消息 如今 曼玉那边也传来最新的消息 曼玉已经从老家赶回北京 接下来 曼玉会参加蒙比利埃冠军赛 曼玉有被拍到抵达北京的照片 看起来状态还可以 但至今 不知曼玉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是希望曼玉家中一切安好 虽说是暂时没有比赛 但大头回到体育总局之后 也并没有歇着 昨天刚到北京 今天又开始训练 运动员的自律和意志力 确实令人佩服 下午 有网友拍到 大头在体总取快递的画面 上身还是穿着那件运动服 下身穿着短裤 旁边还有另一个队友 大头自从攻势之后 确实是低调了不少 在穿衣方面不再那么讲究 但即便是这样 大头也能穿出一种很潮的感觉 据说10月26日时 大头将会出席福州可口可乐的球迷见面会 不知这个消息是否可靠 但球迷们倒是挺反对的 大头几次的单打失利 也是引起很多人的质疑 说大头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称号是怎么来的 实际上世界排名第一这个称号是因为大头参加的比赛比较多 取得的成绩也还不错 都是他一拍一拍打下来的成绩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要说大头为何单打没有混双和男双厉害 大头也提了一嘴 说自己是左手球员 是为了配合混双的 上个周期的主要任务也都放在混双上面 而自己也是通过混双和男双带动了单打 有球迷也认为大头说的没错 左手单打却实想拿冠军相比较而言困难些 大头也表示 世界第一并不代表是顶峰 其实他们也并不是很在意排名的问题 只不过积分靠前的话 会有更多的机会去争取冠军 去参加比赛 大头还表示 其实还是希望自己能够痛苦一些 让这份痛苦刺激自己始终警醒 不断拼搏不断努力 激励自己走向胜利 其实在巴黎之前 大头也说过类似的话 说莎莎已经到了顶峰 很羡慕莎莎 这也是莎莎一点点打出来的 但自己还没有到达顶峰呢 未来还需要继续努力争取早点能到达顶峰 听得出来 大头的心思还是很重的 也非常希望自己在下个周期能弥补自己上个周期的遗憾 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 其实不光是大头和莎莎 其他的球员也是一样的 他们在镜头前从来不抱怨 也不哭诉自己背后的辛苦付出和泪水 比任何人都要坚强 2024年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球迷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在这片乒乓热土上 期待着各国选手们的精彩对决 然而 今年的赛事似乎多了几分波折 尤其是中国乒乓球队 以下简称国乒体的表现 让无数球迷的心跟随战局的起伏而牵动 特别是在一天之内 输掉十场比赛的战绩 不仅让国乒书球的话题迅速攀上热搜 更引发了关于运动员状态 教练团队策略 以及国乒人才培养体系的广泛讨论 在这场竞技盛宴中 曾经屡见其功的孙颖莎 意外成为了焦点中的焦点 不是因为他再度夺冠 而是因为他在关键时刻宣布了退赛的决定 这一消息犹如平静的湖面上 头下的一颗石子 瞬间激起了层层涟漪 原来 自巴黎奥运会那场荣耀之战后 孙颖莎几乎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时间 紧接着便是各国赛事的轮番轰炸 从商业活动到国际比赛 他的日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长期的超负荷运转 让这位年轻的国手身体亮起了红灯 肌肉反应 极度疲劳 这些职业运动员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找上了门 10月10日 孙颖莎在个人社交媒体上的一纸退赛公告 不仅是对自己身体的尊重 也瞬间点燃了网络上的热议 莎莎也要休息啊 国拼的赛程是不是太紧了 网友们纷纷留言表达了对孙颖莎的关心 与对国拼赛程安排的质疑 韩国选手田智希在一次直播中的无意间透露 更是为这次退赛事件增添了几分真实感与无奈 他说孙颖莎在刚结束WTT北京大满贯的激烈比拼后 几乎没有休整的时间 便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了诸多商务活动 随后又匆匆赶往哈萨克斯坦准备亚锦赛 这一幕幕让人不禁感叹运动员背后的不义与牺牲 虽然退赛 但孙颖莎的心依旧与队伍同在 据透露 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可能会选择参加厄尔多斯锦标赛的女团比赛 作为自己的付出之战 相比单打独斗的压力 团队赛的参与 或许能让她在相对轻松的状态下逐步找回状态 这也是球迷们最乐意看到的画面 回顾孙颖莎在亚锦赛上的表现 尽管最终团队未能夺冠 但她的努力和拼搏精神依旧令人动容 女团决赛中 她两次披挂上阵 一面是对阵老对手伊藤美成的稳健获胜 展现了国拼女将的霸气 另一面则是面对张本美和时的遗憾失利 当时她明显受到身体不适的影响 而教练组未能及时叫出暂停的决定 更是引发了外界对马林指导的诸多争议 这一幕 不仅让人看到了经济体育的残酷 也引发了关于教练团队应急处理能力的思考 与此同时 另一位国拼名将王曼玉 也因家庭原因 姥姥去世 选择了退赛 这无疑为国拼的征程 再添一抹悲情色彩 家庭与事业的抉择 是每个运动员都可能面临的挑战 王曼玉的决定 赢得了球迷们的理解与尊重 孙颖莎与王曼玉的接连退赛 直接影响了国拼在亚锦赛的最终成绩 女团决赛 以1比3不敌日本队 收获亚军 这个结果 虽然遗憾 但也再次敲响了警钟 在追求成绩的道路上 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同样不容忽视 孙颖莎的退赛 不仅引发了球迷们对赛事安排的讨论 也让她的主管教练邱仪可站在了风口浪尖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邱指导坦言了孙颖莎的疲劳状态 并表达了作为教练的无奈与心疼 然而 她自己在孙颖莎退赛后 留在哈萨克斯坦的某些行为态度 却意外在网络上引发了争议 甚至有网友直指其偏心 这样的声音 或许过于偏激 却也从侧面反映了 公众对于运动员与教练之间 关系的关注与期待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每一次事件都能迅速发酵成社会话题 孙颖莎的退赛 不仅是一个运动员个人状态的反应 更是对整个国拼 乃至中国体育体系的一次审视 她提醒我们 在追求荣誉与胜利的同时 更需要关注运动员的身心健康 合理安排训练与比赛 让他们在最佳状态下为国争光 回顾这一系列事件 我们看到了孙颖莎 作为年轻一代领军人物的坚韧与不易 也看到了国拼在应对挑战时的调整 与反思 我们相信 经过这次小插曲 国拼定能从中汲取教训 更加科学 人性化的管理运动员 让他们在赛场上继续书写辉煌篇章 至于孙颖莎 她的退赛只是暂时的修整 调整状态后的她 必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和更加强大的实力 回归赛场 继续为中国乒乓球队贡献自己的力量 也为广大球迷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 孙颖莎这事儿啊 真是让人心疼又感慨 巴黎奥运会那会儿 她拼得多狠 为国争光 那荣誉背后是多少汗水和努力 可奥运会一结束 她连口气都没喘云 就又被拉进了各种比赛的漩涡里 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商业活动 一个接一个 跟走马灯似的 她呀 就像个不知疲倦的陀螺 被抽得团团转 结果呢 身体扛不住了 肌肉疼 累得跟啥似的 10月10号那天 她自己在网上说了 得歇歇了 不打了 这一说 大家伙心里都不是滋味 觉得她真不容易 也琢磨着国乒这安排 是不是太紧凑了点 得给孩子们留点喘气的空啊 田智希那姑娘直播时随口一提 更是让大家伙心里明镜似的 知道孙颖莎这一路走来 真心不容易 今天 WTT世界拼联发布消息称 孙颖莎因商退出 WTT蒙比利埃冠军赛 和WTT法兰克福冠军赛 消息一出 话题警号孙颖莎 WTT退赛 警号就登上了热搜 宣布退赛的 还有王楚清 据新浪体育14日消息 经多方考虑商议后 王楚清决定退出2024年的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团赛事 女单男单世界排名第一 相继退赛 今天上午 国际拼联2024年第42周 世界排名出炉 孙颖莎以10800分 继续世界排名第一 王楚清 以7675分 世界排名第一 五间 WTT世界拼联宣布 孙颖莎 早天希纳因伤退出 WTT蒙比利埃冠军赛和 WTT法兰克福冠军赛 前天一和大腾沙月地补参赛 据了解 WTT蒙比利埃冠军赛将于10月22日 这27日举行 而WTT法兰克福冠军赛将在11月3日 这10日举行 此前 孙颖莎也因伤病选择退出亚锦赛 10月10日19时许 孙颖莎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称 将退出本次亚锦赛的单项比赛 并表示 大家不用担心 康复和调整一段时间后 我会更好的回来 请大家继续为中国队加油 从文章中可以发现 孙颖莎自巴黎奥运结束以后 推广行程和高强度的比赛继续 加上没有系统的进行调整 导致比赛后 胳膊的肌肉也出现了明显反应 和孙颖莎一样 自巴黎奥运结束以后 王楚清的行程也安排得非常紧凑 对于王楚清退出2024年的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团赛事的决定 不少球迷表示支持 这次退赛被普遍视为 给他提供了宝贵的恢复时间 引发关注的不仅是孙颖莎 王楚清相继退赛 还有国拼在2024年第27届 乒乓球亚锦赛中的表现 今年亚锦赛 中国乒乓球队仅获二金二银一同 国拼在历史上仅收获二贯的成绩 还要追溯到1974年的 日本横冰亚锦赛 在本届亚锦赛中混双 男团是国拼获得冠军的两个项目 而在男单比赛中 林诗栋不敌日本选手张本志和 遗憾获得乒乓球亚锦赛男单亚军 王楚清则以大比分1比3不敌韩国选手吴俊成 止步八强 男双比赛中 中国组合接爆冷输球 止步八强 林高远 林诗栋以2比3不敌马来西亚组合中子义 黄其身 梁静坤 徐英斌 以1比3不敌日本组合护上损斧 小种大灯 本届亚锦赛 国拼女队可谓遭滑铁卢 2号种子王曼玉缺席赛事 9日进行的女团决赛中 孙颖莎 王毅迪 陈信彤 以1比3不敌日本女拼 获得亚军 中国头号种子孙颖莎 在女团比赛中 以2比3不敌日本小将张本美和 随后 孙颖莎宣布退出本届亚锦赛单项比赛 女单比赛中 石巡尧 王毅迪 宽曼先后被淘汰 唯一闯入八强的陈迹 陈信彤 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不敌张本美和 双打比赛 零危受命的陈信彤 搭档队友宽曼 半决赛以0比3 不敌世界排名第7的大腾沙月 横锦孝英 无缘决赛 亚锦赛的失利 固然有阵容不齐 主力队员连续作战 身体疲惫等原因 但对于中国乒乓球队来说 本次比赛 作为新的奥运周期的 第一项洲际大赛 接连暴冷也为国拼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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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连暴冷也为国拼敲响了警钟